主要是举Google地图里面我觉得最常会用到的功能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可以导航甚至可以跟手机同步 然后还可以编辑地图 实际上甚至你可以做行程规划其实都没有问题 其中我希望这边有一个请各位做的作业练习 就是所谓的在地想导的这个部分 不过我刚刚提到如果你的分数很高的话 那当然会大大加分 可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其实早就已经在用了 可能你已经等级很高了 那你等级很高 那等于是说那 那是不是你原来就会用呢 那当然就分数比较高 不过所以我想请愧呢 如果你没有用过也没关系 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先做一件 就是说先把你目前的状况 先拍个照好了 也许截图一下 然后呢在之后如果你有增加的分数的话 那你是可以再让我看到 比如说你几天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呢 如果你有升级了 你可以再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截图画面再让我看一下 所以呢我希望这边有一个 Google地图的在地想导的一个作业练习 我是希望说呢 第一个你可以先把刚刚你的这个画面截图一下 就是你的点击这边 你的贡献 那至少啦你先在 如果你只是等级一 你是完全那个上面完全是空白的好了 你把这个截图一下 至少让我知道一下 你的这个 刚开始是完全没有那个等级的 然后之后的话你再努力一下 那你要怎么努力啊 如果你要加分的话呢 其实在地想导啊 它这边是有一些增加分数的一些依据 这有点像玩一个游戏一样 那怎么样可以增加分数啊 那你可以看一下积分怎么累积啊 它这个积分应该哪些分数会是最高 那你可以看到啊 里面应该增加最多的应该是这个15分 不过这个15分其实还蛮难拿的 为什么应该要新增一个地点 而且它要审核 我发现这个真的不好拿 我其实我有建议它几个新增 但它都没有采纳 所以也没有分数 所以呢 以这个来看哦 应该是最容易取得的分数应该是 放什么 放照片 有没有 放照片的话 只要放一张照片5分 放个影片只有7分 不过7分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不好拿 反而放照片应该是最快的 那其次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有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评论的话 评论的话就10分 那如果你评论超过200字又10分 这其实哦 评论应该是最快的吧 如果你假设一个评论 200个字以内的话 那就是10分 可是如果你200字 不怕打到200字真的有时候辞穷了 不怕知道打什么 所以呢 你如果多打个一些叙述的话 那又能够拿10分 所以这一下子就可以拿个20分 所以假如啦 你一天假设评论的10个地方的话 这样就有200分了 那这样其实增压的速度还蛮快的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拿分数比较高 看起来都没有 就大概这些了 所以这个评分的分数 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试着 针对那个云端的那个过地图 试着玩玩看 那至于说你的等级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第一集零分是没有勋章 如果你有15分的话 你就也没有勋章 到第四集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在立想岛的地方 就多个勋章了 那这个勋章的话 好像光芒越多 表示你的分数越高 所以应该我有五芒芯 应该十芒芯才多 我看看是不是十个 所以它等于是 如果第四集的话 这四然后这五 对这个是十 那当然最高的话 目前只有第十集 它其实分数就是十万分 所以假设说你要从完全没有勋章第一集 要跳到第五集的话 其实只要五百分 五百分应该也不困难 一个礼拜以内应该可以达到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着看看 如果你完全没有使用过那个 就是在地想岛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 但是如果假设你已经是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已经第五集了 那当然你可以再往上升 不过你会发现 越后面的升级好像越困难 为什么?因为你看第五集才五百分 可是到第六集 它变成说差一级就要多一千分 然后在第七集的话又比前面要多三千五百分 这真的是越来越难 然后第八集 如果你要跳第八集 等于说你要再增加一万分 那如果你第九集 变成又要再三万五千分 最难的应该是第十集 第十集可能就是要再多五万分 才有第十集 那目前你说我怎么可能可以达到两万多分 其实我应该用最多的应该就是上传照片 照片应该在这个占的比重还蛮多的 因为一张照片就五分嘛 所以我光那个照片部分的话 就占的等于占的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拿分数高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尽可能的到一个景点的时候 尽量去拍一些照片把它上传 在你手机里面其实应该每一只手机上面应该都有Google的相簿 那我自己是使用Google相簿里面自动上传功能 也就是拍了照片它会传到云端上面去 那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说Google相簿里面 其实它也包含了就是这个照片的时间 还有照片的GPS位置 就是你拍照的地点 所以呢等于是说可以在跟Google地图里面的资料做个比对 那就可以更精确的知道说你在什么时间 是到过哪些地点 它会用AI的方式帮你去打一个时间轴的地标 而且我是觉得越来越精确了 那其他的话呢当然Google贡献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个勋章 这个勋章里面包含就是说 里面什么像这个是什么 初级评论家 专业评论家 大师级评论家 那这个当然就跟你那个给的评论 越多的话它会给你的头衔当然越好 其他的话就是摄影师啦 那摄影师我应该已经拿到 应该拿到这个吧 大师级摄影师啦 因为我新增的照片 然后说最多是新增是一百个地点的相片 那我应该超过了 然后新增超过一千张也超过了 然后获得一百万次的检视 那也超过 所以我拿到这个 其他的话有什么 专业原创者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好像我是没有拿到 其他就是还有一些像大师级原创者 里面的话就是说新增这个一千部影片 一千部影片我记得我好像已经有达到的样子 我的影片 影片有超过一千部 所以好像也有拿到这一个 那其他还有这些啦 我想有新增同学不妨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要把这个画面哦 是放在那个我的云端 硬碟上面的云端应用里面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02 Google地图 在地详导这部分 那里面的话就是这一些 那拿到越多越好 其他还有就是用时间轴记录生活 那 特别强调呢 一定要打开GPS 这个一定是必要的 如果你没有开GPS 那你那个时间轴的地方应该是空白的 所以请各位第二个练习 试试看 把你的时间轴打开一下 不过也千万不要 如果你有男女朋友 一定另外一半 千万不要让对方知道说 你是有开息的 不然的话所有的行踪好像都被掌握 OK 那 当然前提你特别注意 一定要是有开GPS状态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配合这个Google相片的功能 它也会帮你打地标 那 其他的话就是可以查询 那你说如果你要查询什么 相片的 包含就是时间跟地点的话 像我这边 比如说我拍的照片 比如说像 像这张照片好了 那他在哪边拍的话 那我可以按这边有个Google 这个是Google相簿里面的这个惊叹号 惊叹号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他这边就会显示说 这张照片的相关资讯 包含就是几月几号拍的 7月4号 晚上8点11分 在这个一栏拉面这边 不过这个仙台一栏拉面在 那我发现在日本吃一栏拉面 真的相对便宜 因为现在利率比较低 一栏拉面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980吧 980的话 我记得要折台币大概210-220左右吧 OK 所以其实相对 台湾的那个一栏拉面 好像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点 这个相关 还有这个是时间 然后它的尺寸 其他有就是那个地点 地点好像这边有一个显示出来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就是有关在地祥导的这个练习作业 然后这个部分的作业的话 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大概会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 请你如果你要做这个练习的话 那有几个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你先把原始的 所谓原始就是你在还没有做练习之前 请你先把今天也许你自己先点击那个 顾问地图里面看一下你的在地祥导 从这边我的贡献 然后呢 你可以先截图 比如说你目前是完全零分的话 那你从零开始 OK 当然你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已经是很高分的 没关系 你还可以再努力 那最后的截图 比如说你可能在几天之后 把那个在地祥导的部分 就是分数提高的 那你可以把那个最后分数最高的部分画面 你把它截图 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甚至有一些你去过的时间轴 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呢 你有把你拍了照片 当然你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照片把它移掉 然后留下你可以放分享的照片 那你可以从什么 Google相簿里面上方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新相簿 你可以把那个相簿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建立相簿 这个有些是有点隐私的 OK 然后你可以建立相簿之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呢 把你要建立的相簿资料把它放上来 然后呢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做一个那个Google相簿的截图 那最后的话呢 分享一下你使用那个在地想导的一些心得 然后最后一样 缴交那个 最后的那个短网址加QR Code 那一样啦 我是希望说你可以把最后的这个在地想导的这个作业练习 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不过这个作业不急着交了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比较之后再缴交 因为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做练习的 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今天这个Google地图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除了这个Google地图之外 你延伸可以再使用那个Google相簿部分 OK 好那这个是云端应用的那个第二个重点 所以上一次的话主要是针对云端硬碟 然后就是Google地图 那再来的话呢 在云端上面还有第三个重要 我是觉得还蛮值得使用的 就是跟那个我们大一的课程比较有关系的 之前我们有学过那个Excel 那在那个云端上面其实也有类似于这个Excel的相关功能 可以拿来取代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针对我刚刚讲的部分 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 Google地图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在地想岛的 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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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